申巴体坛三层皮 一针这些看到底 欢迎来到本期的胖着乐球 今天胖着跟个球迷 咱一起来聊一下中国足球 那么每次聊起中国足球 就肯定是一个闹心的话题 那么可以说 中国足球在过去的这些年里 给大家添堵添了不少 但是在如今 李铁的率领之下 我们知道中国男足 正在积极的冲击世界杯 那么但是伴随着近期 所发生的一个又一个的惨案 让国足冲击世界杯的意义 看上去也已经不大了 让李铁他的最后的一块遮羞布 似乎也已经被揪了下来 那么什么事呢 就是因为我们目前正在 亚冠赛场上 进行的如火如荼的亚冠比赛 我们两支中超球队 一支北京国安 一支广州队 两队整体取得的一个成绩 堪称是创造了我们中国足球 在亚冠赛场上的 一个耻辱型的记录 那么在过去两支球队 结束的九场比赛中 我们这两支球队 两支中超的冠军级别的球队 也是取得了八负一平的一个成绩 是吧 没有取得任何一场比赛的胜利 那么这还不说 其实呢 在过去的这九场比赛里 要知道 我们这两支冠军级别的球队呢 仅仅打进了一个球 就是北京国安当时亚冠 小组赛首场比赛的那一个进球 是吧 直接认一球的破门 那么除了那一个球之外 剩余的八场比赛里 我们这两支冠军球队 一个球都没有进 而且呢 这九场比赛 我们疯狂的丢掉了29个球 而且呢 这一次我们的中超的所有球队 可以说是全军覆没 那么上海海港队 他们是在亚冠资格赛 就已经提前的被淘汰出局了 连亚冠正赛都没有进 而北京国安和广州队呢 这两支球队虽然说进了正赛 但实际上来看的话 正赛对于这两支球队 堪称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一个噩梦般的一个经历 对不对 两支球队虽然说都派出了 自己的青年队球员出战 那么可能能够给这两支球队 他们遭遇的这样一个惨断的成绩 找一个台阶 找一个借口下 但是呢 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一次 亚冠赛场上的一个溃败 我们的一个溃不成军 我们并不单纯的去形容 这场比赛的一个结果和比分 我们更看重的是比赛的一个过程 实实证明呢 其实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些年轻的小将 能够在场上打出那种 出生牛肚不怕虎的精神 打出这种敢打敢拼的精神和意识 就可以了 对吧 我们不设休你去能够拿分 能去赢球 对吧 我们只需要打出我们的技术特点 去敢于展现自己的能力就可以了 但是呢 实实证明 连这最低的一点要求 我们都没有能够实践 都没有能够看到 而且我们知道呢 能够看出 其实我们在出战的这些年轻的小将 其实我们的对手 人家也没有上主力啊 对吧 我们看到其实就拿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 广州队对阵大板樱花 0比5惨败 输了5个球 那么这场比赛 人家大板樱花 连替补的门将都上了 上了越南门将了 对吧 人家这越南门将在队里 基本上排不上号的一个门将 上了这么多的替补球员给你打 同样也是横扫了你5个球 这就足以看出 我们跟日韩球队之间的一个差距了 对吧 我们的国内两个非常不错的 清训体系的球队 一个广州队 一个北京国安队 他们的清训都在国内 算是比较拔尖的水平了 但是如今来到亚冠赛场上 我们的这些拔尖的苗子 来到亚冠 跟日韩球队一交手 原形毕露了 对吧 不堪一击 最终被人家打得稀里哗啦 那么这样一个结果 确实让我们感觉到 非常的痛心 我们不仅输掉了现在 我们输掉的更是未来 对吧 我们未来凭什么能够指望着这些 未来的这些希望之星 能够成为我们中国足球 挑大梁的球员呢 他们未来成长起来之后 来到这一线队 能够扛起中国足球的大棋吗 能够去先翻日韩球队吗 很显然通过这一次的一个亚冠比赛 就很好地给出了答案 很难了 而今年对于中国足球来说 我们在亚冠赛场的一个成绩 堪称是一个绝对的毁灭性的打击 对吧 往常我们的球队还有机会 是吧 能有两支球队 三支球队 携手小组出现 今年不要说出现了 我们都是所有的球队 提前两日都提前出局了 对吧 现在是我们所有的球队 加起来想赢一场球都很难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能够看出目前 我们在逐渐的被日韩球队甩开插局 我们一直在搞什么 清训大力的挖角啊 培养啊 一直在跟什么葡萄牙 西班牙建立一些海外的清训基地 是吧 人才输送培养 其实呢 实实证明在过去的这些年里 我们并没有能够有任何的收获 是吧 没有任何特别大的突破性的成长 那么似乎可能我们此前还在骗自己 说可能到五年之后 十年之后 中国足球会迎来一些收获期 有很多的小将会成长起来 但是实实证明如今怎么样 对吧 你这些小将真的还是不堪一击啊 那么或许此前我们一直把 是吧 我们未来五到十年的一个清训 作为我们中国足球的一块 折羞不了 但实实证明呢 其实这块折羞不如今 也已经被日韩足球给你揪了下来了 那么让李铁 吴磊 让国足 我们真正的即使是打进了世界杯 我们原谋了世界杯 我们意义有多大呢 我们靠着这些规划学员打进世界杯 又有什么意义呢 那么实实证明 接下来中国足球还是要扎根轻训 重视轻训 才是中国足球唯一的出路啊 好了 那么本期的胖州聊球啊 那先聊到这儿 喜欢胖州的别忘记关注 胖州啊 聊点球